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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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澳門第一件事 要先做一張卡 因為我用的資料都挺多 如果想買網絡卡 只要你一出關口 向左邊走 這邊就有些賣網絡卡 就可以在這裏設計了我的網絡卡 現在設計了四支一個月 某程度上,這星期內4GB 都足夠我用 好,現在可以見到鐵絲網所有東西都已經蓋好了 可以說是準備好了 今個星期六日的澳門大賽車 當然星期三、四已經開始練習 經常覺得住在這裏的人 剛剛在這個賽道旁邊 要不就正死,要不就吵死 不過只有一年一次,一個城市 我想也不錯 這是其中一段的賽道 趁現在還未開始 都可以感受一下其中一個彎道的氣氛 平日有些車會停在這裏 這些其實是一些停車位 接下來這幾天就會變成一個賽道 來澳門大賽車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星期日已經過來這邊做些甚麼呢 當然當然有些事要做 每次澳門大賽車都會在這個塔石廣場 會有一些賽車會首先展示 我這次也過來看看這些首先展示的賽車 今年大會的安全卡會是寶馬的車系 看到有M2 也有新的衣服 當中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國際氣聯的GT賽事 當然有一堆GT車在這裏 拉花和上次會有不同 旁邊這一部 就是Montara所開的拉花 這是一個青島啤酒 今年它由青島啤酒贊助 香港車手方晉宇 今次是開駕AMG GT出賽 至於上次贏了的法夫斯 今次也是開駕保馬M6出戰 這個活動只是在這裏舉行兩天 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沒有時間過來看 就沒有了 直接要在澳門大賽車才看到 這些這麼漂亮的車 好了 我又要離開了 沒得到 店裡被超過 VLión 誰算是蹦機 草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